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興又和大家在視頻上見面了 大家發現沒有,最近有很多突發性的重要的新聞發生 讓人目不暇接,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一個大時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馬上就要開始了 這些新聞事件是作為一個大時代開始的前奏,一個鋪墊 今天早上我一起床就看見了一條令人震驚的消息 就是中共的有一個間諜叫做王志強公然叛逃了 向澳洲的情報機構投誠了,他在投誠的同時 向澳洲情報機構提供了一個長達17頁的一個自白書 在這份自白書裡面他交代了他過去在香港和台灣 從事間諜活動的一些細節,一些詳細的情況 當然了澳洲機構沒有讓他公佈所有的這些事件 現在的新聞報道只是公佈出來一部分 這個年輕人他是因為家庭背景按中共的標準 看起來是非常過硬的,全家都是共產黨員 甚至都是中共體制內的官員 所以背景是紅色的,就對他比較放心 就把它吸納到香港的一家公司,一家上市公司裡面 去做職員通過這個身份在香港在台灣 從事間諜活動,那麼他在香港的間諜活動 主要包括收集情報,還有滲透香港本地的學生會組織 還有向大陸在香港的這些留學生進行洗腦 進行組織,讓他們忠於中共 而且王志強他還交代說他在香港參與過綁架李波的事件 李波是當年銅鑼灣書店的老闆之一 他因為出了一本書說是描寫習近平的婚外情的一些細節 引起了中共高層的震怒,就決定對他進行懲罰 同時也給香港人釋放一個信息,就是說你們如果是不聽話 如果是想把香港作為基地跟中共來搗亂 那麼你們就一定要受到懲罰 所以中共間諜機構,包括王志強在內 是把李波從他的銅鑼灣書店的倉庫裡面 直接綁架到內地 這個王志強他在香港的這些間諜活動 說老實話,情報價值並不是太高 但是他在台灣的那些活動就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義了 他交代說中共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當中 曾經向韓國瑜投放了捐助了280萬美金 而且運用了大量的資金,將近兩億美金的資金 去收買台灣的媒體,同時還組織了20萬的網軍 向台灣的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向台灣的互聯網 發動這個輿論攻勢左右了,影響了台灣的選情 而且他還透露說中共花了大量的金錢去收買台灣的這個寺廟系統 台灣的寺廟是非常非常多的,對於那些社會底層的 對於基層的這些民眾是有相當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中共收買寺廟系統就是想通過他們來左右台灣的選情 還有一個重要信息就是中共已經掌握了台灣的黑社會 要利用台灣黑社會來干預台灣的選舉 尤其是要干預這次2020年的總統大選和立法會的選舉 這個王志強是在今年的4月份就已經叛逃到澳洲了 我估計在這7個月期間,澳洲的反間諜機構對他進行了非常非常多的訊問 對他進行了多方面的考驗,覺得他有一些情報確實是真實的 所以現在才公佈出來,我也相信五眼聯盟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還有加拿大 這幾個國家都已經收到了這些情報 而我也相信台灣政府也已經收到了這些情報 會做出相應的反制的措施 王志強交代說,本來中共在4月份之前 是已經給他做好了多本假護照 讓他持這些假護照進入台灣化妝成為韓國人 進入台灣之後去影響台灣的選情 怎麼樣影響呢?他要通過黑社會和黑社會接觸和黑社會合作 來影響台灣的選情,王志強現在是已經叛逃到澳洲了 但是他並不是這個間諜網裡面的核心成員、骨幹成員 他只是一個辦事員而已,他叛逃了 但是整個間諜機構依然還在運作 黑社會一定會出動,影響台灣的這次選情 那他們會怎麼樣出動呢? 我去請教了美國的一個對中國間諜機構非常了解的一位朋友 他說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可能性就是黑社會要把他們整個的 自己人的這個系統全部調動起來 讓他們來投票支持親共的候選人 這個系統他估計是在5萬到10萬人左右 台灣黑社會自己人 那第二個他就要動用黑社會的力量 去脅迫台灣的一些基層的民眾 讓他們去投票支持中共的候選人,這是第二個 那麼第三個他說的就有一點驚悚性了 就是台灣的黑社會會製造一次重大的政治暴力事件 用這種暴力事件來改變台灣人 瞬間的改變台灣人的投票的意願 比如說打擊某一個親共的候選人 當然是不太重要的那個親共的候選人 打擊韓國瑜的可能性比較小,不是說沒有 但是比較小,然後就讓民眾對於這些親共候選人 有所同情,讓民眾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於台獨的支持者非常的憤怒影響這個選情 那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打擊那些親共的媒體 那些支持親共政客的媒體 然後嫁禍給民進黨的支持者,嫁禍給綠營的人 以此來改變選情,這種辦法不是說不可行 操作起來難度相當大,所以這個操盤手應當還在台灣 應當是中共在台灣佈置的更高層的間諜網的負責人 希望台灣的朋友今後在看到這一類事件發生的時候 一定要眼睛明亮,一定要看清楚 到底背後誰在阻止,不要被人愚弄了 這個王志強也向澳洲的媒體敘述了 他叛逃的這個心路歷程,為什麼要叛逃呢? 他說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因為受到了良心的驅使 他看到了中共在香港所做的這些倒行逆施,這些暴行 讓他知道中共是反人類的,所以說他要站出來 憑著自己的良心,為自己的後代,為全人類做一些事情 當然了,這些話姑且聽之 一般來講中共的這些間諜機構 他在吸納人員之前要做全面的考核的 他一定要確定這個人是毫無道德感,毫無良知 毫無正義感的這種人他才敢吸納進來 如果你有正義感,事實都要按照自己的道德標準去評判 那還能聽中共的話嗎?這種人他就絕對不會吸收進 他的間諜系統,更不會對他違以重任 所以王志強所說的這番話,大家聽一聽就好,不要當真 那麼他真實的叛逃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恐懼 中共要派他到台灣去跟台灣的黑社會接觸 去操作台灣黑社會,通過他們來影響台灣的這個選舉 那現在台灣朝野已經認識到中共對台灣滲透 到底有多麼厲害,台灣的這個反間諜機構 情報機構也已經全部的動員起來 那麼他在台灣,這就等於是上到前線 上到火線上面,他是高度危險的 他自己也說了,一旦在台灣被抓了 誰過來保護他呀,他的妻子兒女怎麼辦呢? 所以說這個時候他就決定叛逃了 恐懼讓他叛逃了,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確實是不僅僅是王志強 所有的中共間諜機構的這些成員 現在都應當感覺到恐懼了 因為他們現在所處的局勢實在是十分危險 每一個人都像王志強一樣都受到了兩面夾擊 哪兩面夾擊呢?第一方面就是來自於外部世界的 對他們的打擊,那現在五眼聯盟已經高度的警惕了 已經全面調動起來了,尤其是澳洲 澳洲已經意識到中共在澳洲所進行的那些政治活動 那些間諜活動已經影響到澳洲的國本了 已經威脅到澳洲民主自由制度的根本了 所以說現在在澳洲他們是全面的收網 前一段時間他們不是抓出來一個叫做黃相默的 所謂的商人向澳洲的政客大量的捐款 現在澳洲政府已經取消了黃相默的永久居民的身份了 正在對他進行審查,最後可能還要判處他間諜罪 那最後呢,服刑完了之後還要把他驅逐出澳洲 美國已經抓捕了多名為中共工作的所謂的這些科學家 所謂的這些學者,所謂的這些留學生 他們實際上是在為中共竊起情報的 前一段時間加拿大政府也逮捕了一個在 在蒙尼托巴大學裡面工作的所謂的一個科學家 中國級的科學家 那現在外部世界對他們是充分的認識到了 中共的間諜機構滲透是無孔不入 現在已經全面調動起來,要對付他們 外部的壓力空前強大,而中共內部 現在又處在一個分崩離席的內鬥不斷的階段 而這個內鬥對間諜網的打擊尤其之大 因為間諜情報這是中共所有的這些掌權者的 他們的生命線,不掌握情報他們就是瞎子 是瞎子他就不能夠統治這個國家 他就不能夠控制其他的派系 所以習近平過去這幾年對於中國的間諜網的清洗 是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像令計畫 這是間諜機構的負責人,像馬健 這是間諜機構的負責人都遭到了清洗 而這些人他被清洗之後連累了他手下的整個的系統 那這個間諜機構他有一個特點就是單向聯繫 一個人他往往是掌握著一整個班子,一整個網路 一個人失事了,一個人在內鬥當中被清洗了 那麼他整個的網路就被作廢了,那麼就失效了 而一旦這個網路失效了這些間諜就成了孤魂野鬼 就成了喪家之權,那個最後的結果是非常悲慘的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郭文貴他的老領導就是馬健 馬健出世了以後他自己差一點性命難保 後來僥倖逃脫了之後,費了多大的力氣 現在還是處於驚慌失措當中,還是處於驚恐當中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楊恆均他本來就是一個中共的間諜 中共過去他要培養一批這樣的人,所謂的民主派的大V 要留著他們到關鍵的時候來起作用來帶風向 同時也是在平時收集民主派內部的一些情報 那麼這個楊恆均在他的上級被清洗了之後 一下子在前兩年,一下子就變成了一個失業者 落魄了好長一段時間,聽說流落到美國 靠做代購維持生計,非常的悲慘 那這個人他就沒有王志強這麼了解大事 他對於中共這個依賴太深,對於中共的迷信太深 他認為中共的政權還能夠維持下去 所以一心想重新回到這個體制 那雖然上級已經被清洗了,他覺得他自己 還可以在這個體系當中繼續能夠幹下去 所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就被抓了 他不知道現在中共內部是高度緊張 對於這些曾經有過叛逃跡象 曾經長期有離於組織之外的這些人 是絕對不信任的,尤其是他們所投靠的那些組織 投靠的那些上級,現在已經是被中共關押起來了 已經成了阶下囚了 那麼中共還能夠信任這些人的親信嗎?當然不會 所以楊恆均回到北京之後被抓了被判刑了 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所以這就給中共很多很多的這些被流落在外的間諜 提供了一個非常生動的示範 繼續相信中共,最後的結果就是跟楊恆均一樣 除了王志強叛逃,還有一則消息 我覺得也是值得大家高度關注的 就是香港的綠政司司長鄭若驊現在在英國滯留 到現在還沒有回香港 他本來是11月14號到英國去參加一個會議 但是在會議結束之後就受到了一些抗議者的圍攻 據說是倒在地上了,據說他的手腕被摔傷了 但英國警方說這只是輕傷,很小問題 但是鄭若驊他自己說現在傷的非常的嚴重,不得了 現在他不能夠回香港了,要留在英國進行治療 那治療到什麼時候呢?他的行程本來是在本週的週一 就應當回去的,一再推遲 現在他又說了,這個傷勢嚴重 一直要到明年3月份、4月份才能夠康復 也就是說他想在英國滯留到明年3、4月份 這個消息為什麼重要呢? 這說明現在香港的體制內的這一部分人 現在也是軍心動搖,大家都想去船逃跑 香港的特區政府現在已經完全沒有了管制合法性了 已經被香港老百姓、已經被香港絕大多數民意所拋棄了 而中共現在整個政權又風雨飄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高官,香港政府的這些高官 對自己的前景也是非常非常的渺茫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迷茫的 所以現在他們叛逃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當然了這個鄭若驊他現在還不算是正式的叛逃 他只不過是找一個藉口,赤牛不歸 但是這個藉口可能不會持續太長時間 一旦他最後下定了決心 可能就要跟這個港府公開的決裂 這對中共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不僅僅是對於香港特區政府裡面的那一些親共人士 那一些中共的走狗爪牙對他們的士氣是一個重要的打擊 對他們整個鎮壓反送中運動的一些實際操作 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綠政師是幹什麼呢?就是代表政府來提出公訴的 現在香港警方抓了那麼多的人 他們要把這些人帶到法庭上面 要起訴他們就必須由綠政師來出面 而這個綠政師的頭目現在居然想滯留在英國不回香港了 你說中共今後怎麼樣起訴被抓的這幾千人 王志強叛逃,鄭若驊滯留不歸 這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 這是整個大局勢決定的 他們只是剛剛開始會有更多的人向這兩位學習 現在中共這一艘大船已經是風雨飄搖 已經是千瘡百孔很快就要沉了 那麼在這個大船上面的人 這個體制內的這些人自謀生怒 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嗎? 現在這僅僅是一個開始在今後 我在這裡說一個預言,今後半年到一年之內 大家看著一定會有更多的人 會有更高層的人叛逃中共 那有可能是中共的這個外交部門的這些人員 他們本來就在海外叛逃起來比較方便 那還有呢可能是中共的這些海外的這些企業 包括香港的這些企業的這些人員這些高管 他們可能帶著大量的中共對於海外進行經濟滲透 進行經濟侵略的這些信息叛逃到西方民主國家 還有可能更有可能中共更高層的 包括中央的委員包括政治局委員 甚至是政治局常委都有可能叛逃 當年毛澤東他這個眾叛清理之後 林彪不就是要坐著一個飛機要叛逃嗎? 那現在習近平的處境比當年毛澤東的處境 可要困難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由中共高層的人來叛變來叛逃 這絕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大家拭目以待半年到一年之內 我們看著我們等著有更大的消息發生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再見